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MAK大叔 今天來到信義區的軟實力蛋餅 因為我今天公司有點事情要提早上班 所以我只能就近拍攝 那這是這一家餐廳的樣子 因為剛剛這邊路上很多車 那我今天就是大概拍一下 昨天拍得比較清楚就可以看昨天的 我等一下請帥哥來幫你 你好 零食再換另外一個帥哥 那我今天一樣是要套餐的 那什麼套餐 就是我想要有一個豆乳機的蛋餅 對嗎 那要配什麼甜品 我要配一樣是那個就是地瓜球的那個 那我就是想要喝那個豆漿紅茶 冰的 嗯 這樣150元 好 謝謝 那內容區就一樣拍一下 那目前就剩兩桌客人 那就是現點現做的 好 沒有想到它還有這個戶外區域 然後都有養這個仙人長 有點這個文青的感覺 然後還有這個戶外的座位 好 那這個就是豆漿紅茶 那這次來喝喝看 這個說是與眾不同這樣 痾 豆漿味道大概是2分 然後紅茶味道大概也是2分 然後甜度1分 剩下是水的味道 還蠻特別的啦 痾 但是這兩個混合起來的味道都是淡淡的這樣子 好 那我覺得分數是80分 還不錯 但是這個特色感稍微弱一點 你可以看得到它這個豆漿就呈現像水的狀態 所以就是希望它能夠再濃郁一點會更好 個人的希望 好 那這個就是五香豆乳雞蛋餅 好 那這個就是五香豆乳雞蛋餅 然後加套餐 那這次一樣是點地瓜球 那就先吃個原味的看看 然後一樣是配著老哥了 然後就 欸 碎掉了 然後蛋餅皮就是軟軟的這樣子 它這次蛋餅皮可能水分比較多 所以跟昨天的狀況不太一樣 比較容易碎開 好 那但是拍攝起來會比較不好看一點 因為它都碎開了 然後雞肉就是蠻juicy的喔 然後 豆乳的香氣很香 很好吃 然後這個是女生會喜歡的口味喔 軟綿綿軟綿綿的這樣 但是這一次的話我覺得沾醬會比較有味道 嗯 好 那雞肉就是清爽清爽的感覺這樣 啊 怎麼都碎開了 好 蠻好吃的啦 就是稍微貴一點喔 嗯 好 那分數我覺得是90分 還不錯 好 蠻好吃的 老豆鴨比較喜歡重口味的話 就是昨天的那個麻辣香腸蛋餅 你會很喜歡喔 那這個算是比較清爽口味的蛋餅 嗯 很好吃 再來就是昨天的這個 芋圓跟 芋圓球跟低瓜球 如果你是女生的話你一定會喜歡這個口味 吃起來微微的甜度然後香香的這樣 蠻好吃的 然後中間就是那種麻糬的口感 然後這個是地瓜的 可以試試看蠻好吃的 好 反正這個餐廳就比較適合就是你跟情侶約會的時候 或者是下雨天的時候 這個餐廳蠻適合來用餐的 然後背景就是這個江蕙的老哥 一個中式小事然後一個餐廳級的享受 所以它貴一點是應該的 好像這個很容易掉 算了我慢慢吃好了 好那總之這個餐廳讓我感覺不錯 但是可能就是吃小不吃飽 比較 比較適合這樣的狀態 你就是不想吃太飽 你就可以來這邊吃一下 帥哥那我再加一個肉鬆飯糰 那邊結帳 那邊結帳 那個店員偷跑 現在一開始在做飯糰 好這次就是由這個帥哥幫我服務的 就會有這個帥哥的味道這樣子 做得還蠻斯文的感覺 好那大致上是這樣 好那沒有喝過這邊的冬瓜茶 那現在就喝喝看 好他們冬瓜茶很好喝 就是南部某間很有名的地瓜磚的業者 的那個味道一樣 但是我說不出名字 好那味道是還蠻溫和的 好喝然後不會過甜 還有這個冬瓜的清香菜 這個這一款就不錯了 這個分數我覺得是88分 蠻好喝的 如果冬瓜茶的話我就建議點這個 這個還蠻香的 好那這是我第一次吃軟實力的飯糰 然後我點的是肉鬆的 它這個看起來蠻精緻的 還有一個木碗裝著 好現在就吃吃看喔 它油條還蠻酥脆的喔 然後肉鬆跟這個 糯米就是很 吃起來就很舒服啦 然後水分 不會很少 就是一個很溫和的感覺 然後還有菜脯 傳統風中然後這個糯米是 還蠻有水分的喔 吃起來就是一個很舒服的感覺 那就是一個很典雅的感覺 我好像還沒吃到酸菜 但是有菜脯有肉鬆有荷包蛋有油條 不過我還沒吃到酸菜喔 一個傳統風但是少一個那個味道 但是還不錯 那我再試試看 就只有少一個酸菜的味道 大概店家可能是會考量這個 飯糰的平衡感 所以把酸菜拿掉 然後它這個菜脯是不辣的菜脯 所以它算是傳統的風味 但是還有點改良喔 變得比較適合女生吃的感覺 就是它的口味不會很強烈 那我覺得它的分數是90分 還不錯 就是一個很吃起來很舒服的感覺 不會很強烈的味道 大致上是這樣 好那最後都已經吃完了 那覺得他們的蛋餅跟這個飯糰都蠻不錯的 算是餐廳級的享受啦 所以價錢也比較貴 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一塊 掰掰